接着下来第二场 第二场是五班马跑1800米 形势更加混乱 好状态的马有五只 二、三、六、七和九 全部都没有赢过这个路程 这一组五班 看配备转变 随头罩重戴眼罩一 金准一毫 十号的衰男随头罩初戴棉裤 至于十二的副全巨星 除了开防眼罩 初戴全眼罩跑 不要说赢 上名这场十四只马都没有 在同程 金准一毫 其实他跳在神操 他不是很差的 完全是没有状态 那种他不是 但落到场就完全不行 可能会焗热了用天鹏 成手 跑得泡泡 他真是大大够 但他交到给你 也不能不要 对了 蔡前度真的是他硬正 盈家辉都 神租维持到勤力马 神租很肯走 可惜他来地以往的验证 就不是那么多 还有后上马 是 好 这些都会惹人憧憬 冠军名区 他有视察 后面都追了很多马位 是 马裙拉散了 他就踏了出去就追了 真是落场跑未必是那样东西 这只就行乐之光 今早苏惠燕的马都很多出跳 唯独是他要捱着一条烂跳 因为他有点不规矩 头罩、交叉、鼻孤下了 我觉得他今早跳就中中停 之前也有一些伤患的纪录 上季尾那里 左后腿受伤 不过没什么 再看上面的攻略 其实我觉得他四平八正 我觉得这些马的状态不差 看看他真的落场会交到多少 接着轮到赏心星 跑一下跑一下 他又接近了 好像那只顺着士一模一样 大家纯粹在赛事里 一直提升状态 你说操练真的完全没有特别打磨 例集他过往过中点之后才上来 好 宜昌永驱 还是有一些 常常都喜欢扭去前面 肯定都不得松一点 喜欢生 这只满冠智友 形态上就是这样 他是偏向稍微横一点 但跳出来我觉得都算规矩 走得很直 料子似乎就不是太多了 不是很聪明的马 碎南 很聪明 那一刻不是很聪明 好像跳得挺厉害 胜利中升 但是碎南又是你转了马房 什么东西 但是也希望临场出来 不要太急 你现在看到他还是有些不规矩的 是的 这只也是一些很年轻的马 慶曼价 前面那只 但是走规整天都不太好 额头出步也不足够力 上次少少追点吧 好 接着看这只 宝传巨星 以兔 防沙 朱蕙 扎翳 扎翳 先看看 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多配备 上次都开心了一轮 即是头断 是的 好 看看拍跳 中间就缘分 这些货拍得挺好 星期六招 我记得这个缘分 一拍给人就过了 即马就缩了 但这货能支持 有些不同 表映奥汉 又是苏惠妍 这些亦都在神操里面 坦白说 我真的觉得他挺好 台形我没理由这么差不差 但你反过来问我 你说不差这么久都不行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是的 整天都近了 上不了名 来到第二场的五班千八米 刚才开场也说过 这一场是完全没有什么特别的 赛绩的验证依据 因为过往赢过的 上名的 十四只马在这个路程是没有的 那我就重看神操觉得 我觉得二六十三 都是在状态的层面 有些吸引到自己的地方 譬如二号 跑得保保 这些是这么重身 那些马一千四百多磅 它跑得一定要尽跑 你不知道那些脚 什么时候抵不住 当然要拼搏 不能够太热 但如果它无事无干 它也很凶 另外就是缘分 刚才说拍跳 它比之前是好了 这只马来地 有充足的验证 这个缘分 冷脚可能是这些马 其次六号的睡眠攻略 它没有特别来地跑很多 不过神租快跳 我觉得这七岁老马 是挺精神的 冷冷地也拖起来 就是这样 二号马也没得不要 局要 这些也要逮换想法 你就看它排十一档 寧願它排十一档 这些马排内档未必好 这么大只的马 一运在那里跳来跳去 它的平衡又不容易拿 反而有时不是单看 看内排什么档 你要因那只马而异 这些跑得寶寶这么大 只要排中内档 可能才会好一些 其他就是六 我觉得是可以的 睡眠攻略 然后再数下去 就是十三和十四 我觉得这两只马 有违地跑过 那有基本的水准 我觉得这些是称高一点 就是这样 其他就临庆祭去看 第二场赛事都研究过 有时一会